轿车在路口高速左转 但整辆车似乎不受控制 左右疯狂摇摆 最后车头直接转了90度 猫裂撞上路旁行道数 车头几乎全毁 保险感断裂悬载半空 车内安全气囊爆开 就连行道数上也插进车辆零件 惊险撞击 目击民众全吓坏 更离谱的是 车子撞成这样 招式驾驶和车上乘客 竟直接汽车逃离现场 事发就在北市信义区松仁路 周日清晨6点多 轿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数 救护车赶抵现场 原本准备再伤患 却发现现场空无一人 警方调约监视器 两个小时后 驯线找到19岁陈姓驾驶 这时还测出他的旧测值0.6 据了解原来前一天凌晨 陈姓男子和好友 在信义区喝酒狂欢 结束后执意酒驾返家 失控撞车 直觉大事不妙逃离现场 不过这下不仅酒驾要罚 再加上一条肇事同意 记得王志文 范亚乔台北报道